澎湖鱼离岸10到12海里出海域是澎湖淘海人 从古至今的传统渔场 世代都在此海域作业讨生活 但是县政府却限定渔船特定的钝位 硬在特定的海域捕鱼 没有就各地区的海域状况深入了解后再制定 造成渔船无处捕鱼的困境 站在渔民的权益和需求 西渔乡长徐岳里今天上午与西渔的渔船主和渔民 前往县政府第三会议室 与县长陈光复坐下来面对面理性陈情 希望陈县长鉴请中央政府换宽经济海域 我们的实力楼可以来保护 还可以让他的主员可以孤等勇气 所以说这要发言几点 跟我们需要生活的方法有时候有矛盾的地方 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像台湾政府 我们站在渔民中央社会的发言 我们要跟他沟通 要跟他说 有时候全台湾也跟我们朋友 是与海立冠 大量的渔民的生化 我们希望中央能够和我们的需要 中央几点发言 有时候一共和没出现 所以在两南之间 我们会继续来看要如何和中央做沟通 所以说我们会透过 像我们的委员或是立委 从我们的心声来向中央来欢迎 整个乡亲委嘱 我请问郎明治 你们大陆你来的干部副的那里 也是有啦 抓住啦 不仅仅在我们的固民 一家一家一家都会协商 协商我们已经交流了 我就是今天你来认情 认情官邸 或是感谢官邸来接 来给我们这个认情 就是说 刚才十二海里我 十二海里 车里来 给我们这个生存的机会 这就是完全做人 红金地团 我们的富民都是在那里 虎子不是 自己的富民拿了 都是大力拿了 大力这时的 我们的 江富平安比较好的 他们用什么生命 到我们回数下 他也是说他在那里 他也是说这是 他们的海里 我们今天你来认情的 就是说 拜托管党 荣誉之 或是我们議員 或是立委 大家提供意见 给我们富业数 这个法 大家收队 收工 不申请 叫我们都去 十二海里河贪子 我们去十二海里河 是贴头的 云敏也表示 海巡放任大陆渔船 非法越界捕鱼 但是对于 澎湖的渔民 却是严格执法 常常就是监视拍照 或者就是开罚单罚钱 捕不到鱼 又要叫罚款 现在又要 渔船大小限制于 三里 以及十二海里外作业 每个月又要付 外籍渔工的薪水 将近二十万 这要渔民 怎么过生活啊 所以今天 招几个渔船主 前来县政府陈勤 希望陈县长 能够替渔民争取 将限制作业的海域 能够符合时宜 维护澎湖渔民的经济海域 才是政府照顾渔民百姓的作为 能够修法有一个 我们也不说 无理的要求 管长说开放三海里 三海里 让我们去那里 我们也不得 六海里我们都没有 主要就是说 刚才在这个 十二海里 十二海里 十海里 八海里 这个卡刀 我们希望在那个传统府区 在我们规范出来 在什么季节 让我们能够到那里 安心放心之后 不要说 保释 我还说 不是说 现在在这里 他心情好 他在那里 心情好 他在那里 在那里 飘的飘的 飘的飘的 也不合理 对不对 那我们也许五海里 就问 这样是 能够到那里 那现在生就 十一之后 到现在 什么情形 我也不清楚 三海里 十二海里 这些事情 我三年 前后 台北有一个 宿佛 吳达尊共识 是说 第一次 罚金 第二次罚金 早上 第三次罚金 第四次罚金 这次罚金 这次罚金 吳达尊共识 吳达尊共识 第一次罚金 或者分 我们条算を 让他们 这里 这次罚金 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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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陈光复对此也表示重视 他说由于澎湖的海洋资源维护 牵涉的层面非常的广泛 除了渔民的渔法是否符合规范 现行的法令有无修正的必要 执法单位的尺度等等 他将汇集大家的意见 透过立委或者是向中央沟通 协调法令等等的问题 但是都中央 海洋的勇气发展 中央有着一些法令 当然后来我们不得不要尊秀 因为这有着减软顺顺顺 要整个肥的主观的保护 不过就是说 这个法令的有传统 我们肥民的部位的 他们的苦液或是什么 这个我们大家上次就在法令 我们来含中央有实质的困难 或是有实质的需要 我们要将这个深圳 来含中央做详细的交通 因为总是以海为生 虎民都以这些脱海 所以有特殊的政策 我们将虎民这些深圳 来把中央向我们的专业 我们来给他欢迎 我们来拜托立委 海洋是彭湖发展的根本 彭湖属于特别渔业海域 不能用中央的规定法律 来看待彭湖 西里乡长许业里也说 他们会持续向政府 争取彭湖渔民的权利 并且希望海巡能够给予彭湖渔民 放宽捕鱼的海域 不然未来不排除 会持续激烈的抗争行动 记者王海龙报道